5号晚间花莲县消防局接获报案指称 花莲县秀林乡沿海领导发生了一起山域事故 而消防局获报后立即派遣搜救人员前往现场救援 并申请了空情直升机在6号早晨7点多 将患者救下山送医治疗 5号的晚间消防局接获新北市消防局转报山域事故 指称一行登山队515人 位置在沿海0-9K公僚 一名协作疑似急性盲长延发作 区派员协助救援 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及派员一行6人的救援队伍 集结前往现场 同时申请空情直升机进行吊怪的任务 昨日7号晚间我们远离登山课 我们是急性上远发作 选择期间选择新造 那我们消防局立即成立一个6号小组 这6号小组于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有6号庭连上口进入 往沿海到9K公僚进行救援 那在今天早上的天气许可之下 空情产队也出动直升机解管工程 并顺利的在9K公僚处将上班调发成功 并送往德新防御厂 由我们花莲县的消防局救援车送往 也结果送往直击援救治 空情总队直升机在6日的清晨7点起飞 第一梯式人员6人也出发上山救援 7点30分空情直升机载着患者降落 德新运动场大草坪 并将患者交由救护人员送医治疗 记者凌杰花莉士采访报道